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网报节目。 在最新的金融时报报道中,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因涉嫌腐败而被调查。 这一事件再次暴露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高层的腐败丑闻。 董军在2023年12月接任国防部长,却未能逃过与前任李尚福和魏凤和同样的命运,显示习近平的反腐行动愈发深入。 此调查不仅凸显了习近平在军队内部整顿的决心,也可能对中美军事关系造成进一步的影响。 董军最近在老挝参加会议时,拒绝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会面,显示出双方的紧张局势依然存在。 随着解放军内部动荡和高层人事变动,外界对中国能否在2027年前具备攻占台湾的能力产生了质疑。 习近平的反腐运动自2012年以来已覆盖政府、国企和军队,但对解放军的影响仍待观察。 这次董军的调查将如何影响中国的军事稳定以及亚太地区的安全局势,值得我们密切关注。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金融时报中国国防部长董军社府调查,日前露面画面曝光。 华尔街电视记者报道,英国金融时报的独家报道,中国国防部长董军近日被置于调查之中。 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层的又一起腐败丑闻。 据多位知情的美国现任和前任官员透露,这起案件是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军方内部反腐行动的一部分。 董军于2023年12月接任国防部长,他是习近平主席任命的第三位国防部长。 然而,与其前任李尚福和魏凤和一样,董军同样因腐败问题成为调查对象。 据悉,李尚福仅在任7个月便因涉嫌腐败被罢免,而更早之前的魏凤和则是在卸任后接受调查。 此次调查的具体指控尚未公开,但外界普遍认为,此据表明习近平在进一步扩大对解放军内部腐败问题的整治力度。 董军的调查正值中美军事关系日益紧张之际,其影响范围可能超出中国国内,对亚太地区的安全局势产生更广泛的影响。 习近平的反腐行动与军事改革 据英国《金融时报》最早报道,美国官员透露,董军的调查属于习近平针对解放军高层腐败问题的持续反腐行动的一部分。 习近平自2012年上台以来,已在解放军内部展开多轮整治行动,目的是通过打击腐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与忠诚度。 此次针对董军的调查,延续了习近平针对军事高层的反腐趋势。 此前,习近平已免去多名高级将领职务,包括解放军火箭军的两名主要领导人,他们负责中国核武器计划。 此外,2022年,中国外交部长秦刚也因个人问题被免职。 据报道,解放军内部腐败现象根深蒂固,主要表现在军事建设、武器采购和后勤管理等领域的资金挪用和滥用上。 此次调查,反映出习近平希望通过更深入的反腐行动,巩固他对军队的控制。 然而,持续的高层动荡也可能对军队的士气和稳定性构成威胁。 董军的履历与军事角色。 董军1959年出生于辽宁省,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指挥学院。 他在军中服役数十年,专注于海军作战指挥、训练和后勤管理,是中国海军现代化的重要推动者之一。 担任海军副司令期间,他参与多次重要的军事演习,并负责航母作战能力的提升。 2023年12月,董军被任命为国防部长,成为解放军在国际防务事务上的代表。 然而,他未能如预期进入中央军事委员会,这一情况早已引发外界对其仕途的猜测。 作为国防部长,董军的职责主要集中在对外事务上。 而中国军事体系的核心权力,仍掌握在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手中。 中美军事关系与董军的外交挑战,董军近期在老沃参加亚洲防务会议期间,拒绝与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会晤。 此举进一步凸显了中美军事沟通的紧张状态。 奥斯汀对此表示遗憾,而中国国防部则回应称,美国应对会谈受阻负全部责任。 原因是美国近期批准了一项对台湾的武器销售方案,其中包含先进的地对空导弹。 中美军事关系自2022年,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访台以来持续低迷。 当时,中国中断了与美国的军事联系。 2023年,习近平与美国总统拜登在旧金山会晤期间,曾承诺恢复两军沟通管道,但此次会议的失败表明,两国在军事领域的互信依然脆弱。 解放军内部动荡对台湾问题的影响 董军被调查的消息,不仅对中国军队内部的稳定性产生影响,也加深了外界对解放军是否能实现习近平设定目标的质疑。 习近平曾在多次讲话中强调,解放军应在2027年前具备攻占台湾的能力。 然而,腐败问题和高层人事变动可能削弱解放军的战斗力与士气,对这一目标的实现构成阻碍。 一些美国军事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对军队内部腐败的担忧可能反映出其对解放军能力的不满。 与此同时,中国高层反腐反腾的不确定性,也可能拖延军事现代化进程。 习近平反腐行动的风险与挑战,习近平的反腐运动自2012年开始至今,已席卷政府、国企和军队。 然而,解放军作为一个庞大的组织,其内部治理问题依然挑战从中。 腐败问题往往与制度性缺陷相关,单纯的高层清洗,难以彻底解决问题。 此外,频繁的人事调动可能削弱军队的稳定性和指挥效率,也引发外界对习近平是否过度依赖反腐作为政治工具的质疑。 从长远来看,反腐行动是否能带来军队真正的制度性改革,仍有待观察。 国际观察与未来影响。 国际社会对此次动军调查的反应,主要集中在其对中国军事稳定和地区安全的影响上。 美国方面认为,中国解放军的内部问题可能拖延其现代化进程,而台湾问题的敏感性也使中美之间的军事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 对中国而言,反腐行动即使习近平维持军队忠诚的重要手段,也是解放军提升战斗力的必要措施。 然而,持续的内部清洗是否会对外部军事计划产生实质性影响,仍需观察。 董军被调查,再次揭示了解放军内部腐败问题的严重性,以及中国军事治理面临的挑战。 华尔街电视记者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独家消息整理报道指出,这一事件的影响范围可能不仅限于国内,还将深刻影响中美关系和亚太地区的安全局势。 在中美军事沟通不畅和台湾问题升温的背景下,这起案件的后续发,暂值得持续关注。 谢谢大家收看六读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读AI参与,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王子是6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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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